大家好,我是幸福的眼赖 最近呢,我们需要多吃蔬菜水果 要多补充一些VC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苹果肉桂小吐司 这个面包是用的中种法 我们先来做中种面团 牛奶里边加入干酱母 把它们搅拌均匀 然后加入高筋面粉 先搅拌一下 然后再给它揉成面团 这个中种面团我们不需要给它揉出膜 揉成面团就可以了 但是这里要注意一下 揉好的这个面团表面不能看到有酵母的颗粒 如果有酵母颗粒的话 说明酵母没有充分的溶解 一定要把酵母充分的溶解才可以 揉好的面团表面给它盖上 先在屋里放一个小时 我这个屋里的温度是22度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一个小时以后 把它放到冰箱里冷藏一晚上 接下来做苹果馅 这个苹果馅你可以揉面当天做 也可以提前一天给它做出来 把苹果去皮切成小丁 玉米淀粉里边加入清水 搅拌均匀 把切好的苹果丁放到小锅里 开中火加热 一边加热一边搅拌 煮一会儿 煮到苹果出汁变软 然后加入葡萄干 翻炒一下炒匀 然后根据个人的口味 加入适量的肉桂粉 如果你喜欢肉桂的味道 可以多加一点 不喜欢就少加一点 把它们拌匀 拌匀以后 加入水淀粉 淀粉放置时间长了以后 它会沉淀 放之前再把它搅拌一下 然后再放进去 这里要注意一下 倒淀粉的时候 要一边搅拌这个苹果 一边倒淀粉 不然一下全倒进去 容易结块 给它快速的拌匀 然后就可以离火了 把它倒在一个盘子里 大家看一下 这个做好的苹果馅 看上去是没有什么水分的 如果当天不用的话 就盖上保鲜膜 放到冰箱里冷藏 下面再来做个奶酥馅 黄油要提前放在室温下软化 软化的黄油里边加入糖粉 先把黄油和糖粉拌匀 拌匀以后加入奶粉 再给它们拌匀 这个奶酥馅就做好了 种种面团在冰箱里 放了一晚上已经发好了 可以把面团扒开 看一下里边的组织 里边的组织是这种蜂窝状的 就说明已经发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揉面了 把种种面团和煮面团里的材料 放进揉面缸里 黄油先不要放进去 如果你的室温比较低 这个种种面团 也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那种面团里的牛奶 可以用热的 大概40度左右吧 不然最后揉好的面团温度 可能会太低了 用厨师机揉面 先用2档揉1分钟 然后转4档揉10分钟 10分钟以后 可以揉到8分斤的状态 就是这样子 面团可以拉出膜 这个破洞边缘有锯齿 这样子就是8分斤 这个时候加入软化的黄油 加入黄油以后 先用2档揉3分钟 然后再转4档揉3到5分钟 中种法揉面比较快 也容易揉过了 这里大家要请检查 最后揉到9.5分斤的状态就可以了 面团可以拉出膜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膜很均匀 戳一个洞 破洞的边缘有非常少量的锯齿 或者没有锯齿就可以了 揉好面团测一下温度 温度最好控制在24到26度 我这个温度是25.2度正合适 然后把面团称一下总重量 给它平均分割成8等分 分割好以后给面团滚圆 滚圆是为了让面团变得表面光滑 方便整形 然后表面盖上 松弛30分钟 30分钟以后就可以整形了 把面团擀开 边上有气泡的话给它拍掉 然后翻面 把底下拉宽 整理一下 整理成长方形 在上面薄薄的抹一层奶酥馅 然后放上苹果丁 这个苹果馅不要防太多 太多的话不容易熟 如果家里有坚果的话 还可以再放一点坚果碎 我放的是核桃 一定要把它掰的小小的 块千万不要太大 然后从上到下卷起来 把底边捏紧 然后把底边压在下边 用刮板从中间切开 最上面不要切断 切开面翻过来朝上 把它们俩相互卷一下 拧成麻花 这样就可以了 放到模具里 我用的是这种八连的小吐司模具 如果没有的话直接放在烤盘上吧 然后放到33度的环境里去发酵 湿度控制在85%左右 发酵到原来的1.5到2倍大的状态 这个时候我们就预热烤箱 烤箱预热上火210度 下火180度 预热15分钟 预热的时候 面团还是放在发酵箱里的 烤箱预热好以后 把面团放到烤箱的最下层 还是用这个温度烤12分钟 用这样的温度和时间烤 放在下层就不用盖锡纸了 面包也可以烤透 烘烤结束就马上取出来 先震一下烤盘 然后给面包脱膜 直接倒出来吧 倒出来以后赶快给它扶正 就放在烤架上晾凉就可以了 我的烤箱下火温度略低一点 所以我下火用的185度 看这个颜色很漂亮吧 按一下也可以马上回弹 就说明这个面包已经烤熟了 面包凉了以后就可以吃咯 苹果和肉桂在一起特别搭 然后里边又有奶酥馅 这个面包非常香很好吃 看它的拉丝效果也不错吧 而且特别的软 今天的面包就完成了 如果大家想看详细的图文教程 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幸福的眼泪 如果大家做了这款面包 欢迎到我的新浪微博 at我来交作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